受一股强冷空气影响 15日15时许 中国最北城市黑龙江省大仙岭地区墨河市 降下今年入秋后的首场降雪 比去年提前了25天 墨河是中国最北端的城市 也是中国纬度最高气温最低的城市 所辖维极景区北极村 是中国唯一可以观赏到北极光和极昼现象的地方 15日15时许 鹅毛大雪从墨河市上空不断飘落 不一会儿 墨河市的街道 公园 树木就被白雪覆盖 杨树叶上和松树松针上挂满了洁白的雪球 仿佛到了冬天 深秋的墨河 山上森林里的五花山色正宴 突来的降雪给绚丽的山坡披上了雪白的新衣 远远望去 雪中的森林宛如童话世界 鹅毛般的雪花 让正在墨河游玩的中外游客欣喜不已 许多游客都拿出手机 在大雪中拍照发给朋友和家人 一起分享着秋日里的惊喜 秋天还有冬天的景色 这种鹅毛大雪真是没见过这么美 然后吧 也感觉这么巧 感觉这么巧 你看五花山色 就是这种白茫茫的 看着这场大雪感觉冬天快来了 惊喜惊喜 真的惊喜 真的太漂亮 到墨河来玩的 正好赶上墨河这场大雪 非常漂亮 太漂亮了 据墨河市气象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墨河市金秋这场首雪 比去年提前了25天 雪后将迎来明显降温 16日 墨河市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午摄氏度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